我始终觉得在好没有希望的环境下 你都不能扔下希望 2019年,香港人经历的是抗争 2020年,香港人面对疫情,国安法 之后很多香港人开始移民 流散各地,搬屋,搬钱,搬人 香港人开始在不同的地方生活 而香港都可能再不是我们以前的香港 不过香港人从来都是生存游戏的专家 看看最后是谁想的 妈妈说家人在哪,哪里就是家 那我会想说,不用分什么海外和在地 只要是说香港人的声音和香港人的网台 我是Kelvin,你收睇的是CC新闻 各位网友,五安 今天是11月27日星期一的CC新闻 今天的安排比较特别 简单来说,今天不是直播的 但是各位网友都要先告诉我 声音和声音听得清不清楚 以及帮忙CLS 我们的平台,我们的YouTube和Patreon 都继续慢慢稳步上扬 全靠你们的支持 但不是停在这儿 要继续继续继续努力 帮忙大家每次都是CLS OK 今天为什么不是直播呢 因为上星期跟Larry做了一集节目 錄了一节节目 那集节目我又不太想放在Patreon 我想跟大家分享 所以就排到这个星期 因为上星期四 跟Jackie Fung的笑谈中国经济 星期五跟杰斯闲话加上 所以今天星期一 就继续聘到君无弃然的Larry 我今天就做了一个十分钟的开场 然后待会就会播出和Larry的访问 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帮忙推广和分享出去 现在要靠大家帮忙 包括你的IG、Twitter、Signal、WhatsApp 也帮忙分享出去 也大家多多支持君无弃然的Larry 一个非常非常有高质素的军事专家 大家都多多支持 等一下那集节目 主要是说在拜集会里面 中国对台的战略、美国的策略、部署 以及一些南海的其他parties 包括菲律宾、印度甚至远至英国的部署点 所以这集节目 就是今天的台湾三部局 首先较早时份 竟已出了最新的台湾选战 这是Patreon和会员 分析最新的台湾选战 现在中共对台湾的侵略和攻略 可以分为经济、军事和政治选举 三方面 第一部分 首先Patreon就说了政治方面 现在最新的形势 这部分就说了军事方面 我们也面对现实 中国攻台 他不会没有想过 点攻法 有什么可以阻止到他 美军怎么部署法 今天就会谈讨 稍后会再上一节 稍后就不知多厚 可能5点、6点 会再上一节 中火 和金融相关 究竟中国用经济想去侵略台湾 成不成功 如果不成功 为什么会失败 大家就拭目以待了 说起这个台湾选战 首先要跟大家澄清一件事 我们CC工作室 或是CC新闻 Youtube channel 会播放一些台湾选战 即是我们有个系列叫做台湾选举 放在Patreon 但因为Patreon 我们也会想放一点 给一些网友去看 也会吸引大家加入Patreon 就形成一个小小的混乱 因为同一时间 又有最新的台湾选举片 我是坏的 假设台湾选举系列 只是Patreon限定 但有时我想跟大家更新 最新的情况 或者有时我在1点新闻live 或议计师 都会讲台湾选举 同一时间 我们又在想 如果台湾选举这么多新新闻 我们的Patreon 是不是快点 剪出来给大家 就形成一个误会 我看到有些网友都说 有些新闻 有些旧闻 那现在呢 很简单 既然大家混乱 我们就不放出来 不放出来这么密 让大家不用这么乱 我们主要是正常的 平时六日 今个星期就是四周日 就会放些Patreon的节目 当中有不同的内容 包括台湾选举 所以你看到Patreon节目 是旧的 一定是旧的 不要再误会了 如果你不想听旧的 不想不想听的话 很乱 那就不要听了 但当然 如果你想听最新的消息 当然希望大家加入Patreon 事不宜迟 说完之后 今个星期正式开始 感谢大家支持我们的工作室和频道 令我们更加多资源 希望可以做更加多的节目 找更加多的嘉宾 大家也看到的尽情 在你们不断支持之下 我们又和Jacky峰合作 和Larry合作 和罗家冲博士 陆续有来 好了 今天就先说 究竟在军事方面的台海局势如何 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篇《华尔街日报》的新闻 就是 美国批准新法案 采取新措施武装台湾对抗中国 你看到整个华尔街 或者一个媒体 的通是不同了 这个是带回你转头 带回你转头 刚才我说过 三方面 中国就用来想侵略台湾 包括经济 军事和政治方面 在拜集会里面 经意放风 政治上你不要乱来 你不要乱来 接着就是 台湾政治选举方面 第一个节目 首先这个节目就是探讨 好了 去到军事方面 你看到 全出的习近平就说 你们的媒体 老屈我什么2027 2035公台 没有想过 不过这样 你不要武装台湾 这个就是这么说 什么叫武装台湾 就是你不要给他武器 你不要搞到他那么厉害 这个说话其实很矛盾 很矛盾 你不要武装台湾 是什么意思 有什么角色之下 你会说 不要武装台湾 就是你想欺负他 你想欺负一个人 你当然不想别人帮他 就是这么简单 但这个 也是一种认知作战 也是一种威逼理由 看看在这次选举 发挥什么效果 究竟台湾人的选择 我宁愿不要武器 我不要抵抗 我希望用归信 去换取 认为换取和平 还是我要增强防守 增强我的智慧能力 这个 唯有 这个就要等台湾人的选择了 OK 但是 未到 这两三个月 美国佬就说 我不等你了 你什么 你说不要武装台湾 你看到媒体立即说 什么 立即立法 就是要武装台湾 以前的媒体会怎么说呢 就是说 美国 甚至连美国的媒体 都去反政府路线 觉得太英 你不可以搞分化 搞什么 引起对抗 令到中美关系更加恶劣 等等等等 你看到现在不是 是不是 因为现在 要支持台湾 对抗中国 已经是整个美国的共识 你觉得这个非常清晰 这篇文章说什么呢 就是 美国刚刚过了一个犯案 有什么重点呢 第一 五年 五年换载一百亿 美金 当然 我们来增加军 增加军 军 增加军 军 对抗中国 第二 第二 美国的武器库 有什么事 要借给你用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以前美国的武器 说就说给你 实质其实都没有到手 譬如在2015年的时候 经已说会给刺针导弹 Stinger 和这个飙枪反弹黑武器 就给 2015年说给台湾 8年都没有给过 这8年里面是谁执政的 当然是奥巴马时期 所以我又回到潜艇国造 潜艇国造本身 本身是给卖的 在这个陈水扁年代 那时候小布殊是给卖武器台湾的 然后转转之下 就有人被挡了 我就不要说 只是国民党的立委有份阻挡 我只会说国民党是有份阻挡 OK 然后去最后 买人买不到就自己做 又党 所以呢 这次美国通过这个法案 我认为 我不能等待 我只能等待你台湾的政局里面 我直接给你 所以 台湾没有钱吗 台湾怎会没有钱 不要搞笑 中国就假扮有钱 台湾怎会没有钱 台湾这一段 台湾在这一两年出口 好像是低了 但又领中国出口 又领美国出口 他怎会没有外汇 台湾 十一八五年一百亿 哪是钱 对于台湾来说 但为什么要援助你呢 就是我给你一块钱 你这块钱我来买我的武器 我就给你一些武器 不要烦 因为实在太慢了 这样去武装台湾方面 于是通过这些 急急就急 因为如果美国部署不了 他要衡量中国出手 我整条战线怎么打法呢 第一岛链 台湾 菲律宾 菲律宾很快 五个基地 再加四个基地 然后再到日本 日本自动波 韩国现在跟得很甜 越南都来了 再去印度 不用再说 再远一点澳洲 再远一点英国 全部都到处 就欠你台湾 所以你看到 美国就立即变咛白兰 簽了一些法案 就是给你一些武器 还有呢 就给武器也不够 还要训练 这个就是媒体报导 那有一队 也是华尔街的报导 上年经有一队 特种报导 以及海军陆战队 在台湾训练当地军队 这一点都不出奇 所以你看到 美国现在两党都共识 都是要支持 军事方面支持台湾 当然你不会大规模 以及给他一些超强的武器 当然这个就不会 起码能够自卫到 好了 对于台湾 美国的内政方面 会有什么影响呢 就是它的产能不足的问题 所以可以想象 军工股一定会大 我不是叫大家炒军工股 军事工业一定是很蓬勃的 告诉大家 因为不够武器 你看到 这边 以色列那边自己搞定 不用管了 不过以色列也是要买美国武器 北弱那边又要买 就是这样 大致留意这几个事先 事不宜迟 究竟 中共有没有实力 武力去攻台 这个过程 活有什么可能性 美国如何部署 印度、英国的反应如何 怎么办 色目即刻来了 我们欢迎 君无弃然的Larry出场 Live的节目 明天再和大家见面 多谢支持 不要忘记 今早早出了一节Patreon 未来也会再次出一节Patreon 今早一节就是说台湾选举 未来一节就是说台湾经济 下集再见 拜拜 好了 这一节又再次请你君无弃然的Larry上来 我们来谈谈国际局势 上一次应该大概一个月左右 其实我也希望和Larry 一个多月左右 更新一下国际局势 大家如果想收听最新的关于军事的更新 记得要订阅 收看Larry在军牧器言的YouTube Channel的节目 再次欢迎Larry 你好 Larry你好 你好 你好 今天又麻烦Larry 因为国际新闻 现在我们做YouTube节目 那些国际新闻 真的多到看得嘔 基本上要选择来看 例如我看那些FREDS 例如看以色列 看乌克兰 可能看百多二百条 再看国际新闻 真是看得嘔 真的 所以我们现在都要请嘉宾 就是这个意思 一人就认识不了那么多 都要找一些专家 因为你不让我看得咬 是吧 等你来 交给你 所以我们这个CC频道 就越来越多 专家嘉宾 就可以增加这个节目质素 那我们说什么 当然大家都很关注 台海和中美关系 上回说到拜集会 我觉得挺有趣的 有个台海的角度 就是拜集会一开播 第一个爆出来的消息 或要求 就是说拜登将会 跟中方表达 你不要干预过选举啊 这样 开完会之后 有几件事发生了 就是中方这边 就有个传出 就是说 你们美国的媒体 冤枉我们什么 2027 2035 武统 我们没有这样的计划 但是同一时间 又说 有几件事我们接受不了 第一 我们不会接受 现在台海的现况 我们迟早要统一 第二 你不要军事化 他的形容词是什么 什么 军武 军备 军备化台湾 忘记了 就是类似这种意思 而且你不要支持賴清德 这样的 所以我也要请Larry 来分析一下台海局势 首先 他说 我们没有这样的计划 2027 2035 武统台湾 你觉得是不是 场面话来的呢 其实 一个是场面话 一个 如果是真的说老实话 我就很震惊 老实话 我们先当是 人都要有互信 我先是信他那对 不信就会说 不信就会说 不信就会说完 我当是信 有什么好说呢 如果你是2027 或者2035 我记得 就是这两个年代 不打台湾 问题就是 2027和35 这两个时间 他说得出来 有意义 我们先看2027 好了 2027的问题是什么呢 今年是2023就完 都当是2024来近了 其实他们2027 就只有三年左右 其实你再七随八扣 其实就是两年多 这两年多 中国有没有办法 可以组织到 一个完善的武力 去做攻台呢 事实上 会紧拙一点 例如我们包括什么呢 你要打台湾 包几个东西 你要做海上封锁 你做海底封锁 然后你要用导弹 洗地等等的东西 然后派部队 登陆上岸 这些都是很standard的标准 到问题就来了 导弹 中国是旧的 海上封锁的船 那些都够的 最不够 就是摆人上岸的船 摆人上岸的船 它不够 所以它就要租用到民用 民营的国装船 我们俗称 平时呢 你没有见到那些船 它可以摆一些车上去 可能摆一些工程车 摆一些车上去 然后呢 它们就有些波道 再上来上去 好像很多停车场 可以渡海轮那些 车用渡海轮那些 是的 那些车呢 其实呢 那些车呢 到时就是 那些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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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时就倒海肉 当然你说 会不会到时被人打下来的 那它就预计了 有一定的数量是会沉了的 所以它们呢 就会自己做个兵推计数 就是到时要做多少 就过去 那种感觉呢 就像Galvin你经常说的 就是以色列和哈马斯 哈马斯 哈马斯预计了你的铁熊系统 是很厉害的 就是十个难度 但是我有一千个呢 你都会有一百个难度 我有一万个 你有一千个难度 我就用大数来克服你 那些车呢 那些车呢 就是一样的 我知道你可能有七八成多 会难到我嘛 那我给七八十架 那不够啦 我做七八八架 那你难得我多少架 是不是 我还有七八十架 起码过海就够啦 那不停地放人上去 那所以它呢 反过来想就是 其实我做这么多军舰 我也是给你打沉 我倒不如做些 或者精用一些现成有的东西 打沉还打沉 但是一定有guarantee的数量上去 那所以其实呢 我觉得哈马斯都给到一些的概念给到中国的 所以呢 我们做军武研究呢 又不可以死胡胡 就是说 喂 中国不够那些两栖登陆的工具 可能没有不具备 就是登陆台湾难游 真是没这么想 就是我们想的 就真的要flexible 那我当它就这么想啦 那就是说它又要精用一些民间的船 那两年里面 它一定是手挂不少的 所以呢 先不要考虑它够不够两栖再改 它应该都够 那里面 你要做改装 就是让那些两栖车进去 那它们的轴距那些又跟普通车不同 它们本身的规格又不同 高低又不同 那那些就tune 那我想以中国的工匠的技术都搞定的 一定死定的 那所以又不用担心这些问题 好了 那我们就要再想 2027年代的那些什么 它是未准备的呢 那我觉得它最未准备的那样东西 始终都是完整封锁台湾的 都未准备的 包括水面栏 那这个是一件事 水底下面的潜艇 因为呢 问题就是它一想封锁台湾 其实大家听到就似乎 只有台湾被影响 其实不是 是整个东北亚都会被影响的 是啊 因为台湾这个位置那么紧要 无论是走去台湾海峡 或者台湾以东的水域 中国路都会搞你的 那你想想日本啊 南韩啊 俄罗斯啊 就是阿拉斯加 那些全部都被你影响了 那些人当然会出来动你的 美国路会走来跟你说 喂 什么叫自由航行啊 你会写这四个字啊 你不懂我找我们的空军机器 教你写好吗 那他们就会走来搞你 那他又要准备 如何去挡回你的空军 轟炸机那些 那其实就封锁不得多久 所以其实呢 说就说海上封锁呢 就好像很绝 那些招呢 可以令到台湾不折而寒 其实说真的 你海上封锁呢 熬不过三天 美国海军呢 和你呢 一开始就喝茶罐水 就是开个戶 聊聊天啦 视像会议啊 什么会议都好 其实呢 去到差不多 他们通常那些 我们叫做参谋长 乱籍会议的 就是整班军佬坐在一起 包括陆军啊 空军啊 海军啊 海军陆战的那些参谋长 全部聊一聊 最后只有结论而已 就是打齐他啦 不要说那么多 就是打齐你啦 那其实一定会打齐你的 因为问题是 如果我作为地球第一力量 我不打齐你 那你是第一啦 是的 所以一定会搞你的 所以到时呢 始终都是地球第一啦 他都要保证你的 我给你多24小时 或者48小时 你就会避充了 通常都不避充的 我等了两年 你要我两天内要避充 我当然不会啦 那就是打啦 所以到时一打呢 那就是一件事啦 那就是说 去到2027年 中国又没有办法 如果封锁台湾 或者打台湾 第一 可不可以大概在几日之内 一个星期之内 最快 就搞定台湾呢 是的 要投降 能力上就是差一点的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 只在海上封锁 如果美国啊 日本的过例 第一浪 第一波攻势 是否起码都可以抵挡到先 那如果可以的话 就还有数码 但是如果不行的话 包括对方出那些潜艇 你又搞它不行 那些潜艇打爆了你的水面艦艇 全部都好像以前二战那些德军 那样 就是把你们的盟军 那些海上的艇全部打爆 那你没得玩的 你又要数码那些潜艇 所以这个呢 又是中国的问题 但是中国那个反潜的技术 又没拿到到家 那他又捉不到潜艇的情况 那海上封锁把握都不大 所以去到最后呢 都只是要做一些突杂啊 斬首啊 这些的形式 那他就要想了 2027准备好没有先 那我猜呢 可能他现在这样说 如果他真心是说 2027不打 就是因为他觉得自己 2027未必有这样的能力 嗯 这个是其中一个说法 那当然 大家都觉得 哇 中国那么大 是不是呢 又有那么多飞机 又有那么多轟炸机 是吧 又有那么多 又有千二零的出马来 隐形战机又有 做什么还会攻不陷台湾呢 但是打台湾 不是只是国力的问题 就是打台湾 你去侵占这个地方 你还要牵涉到跨越 一些层层的天然障碍啊 就是你又要打到 人家的核心的地方 就是在岛上的抵抗意志 等等很多东西 加加买埋 所以就 如果我们诚心相信 就是习主席说的话 二七年可能他觉得 哇 真是可能都问问的 所以二七年打 赢的机会不高 不如我现在卖口乖先 说自己不打先 然后再积蓄力量 好了 三五年又不打 但是其实大家没有想过 二七读三不打而已 中间的年份打就行了 二八 二九 三零 二八 二九 三零 都是危险的 我自己 我有点迟 比如我从其他角度 我就觉得越迟 其实你计算成本就越高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你打仗 你一定要计算动员 经济 你一定会想象到 我当全部都袖手旁观 你看回今次俄乌 一定经济封锁 你中国能否承受到 比如俄罗斯 你说我自己出石油 我有粮食 中国是要靠入口的石油和粮食 除非他认为我靠俄罗斯 但是你多少外貌 你外貌的体量和俄罗斯 差几十倍都不似 你能否承受到 欧美 起码欧美 一定立刻和你断绝 断绝 贸易 你能否承受到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 你要守住台湾 你要幻想 如果美国不出兵 假设 如果美国出兵 或者日本出兵 那你是不是同一时间 面对美国北约五眼 所以我就觉得 不知道Larry和同意 如果真的要因某些原因 可能他要巩固自己的权力 也好 也好 可能 用回以前那种 你在第二个节目用的 色谣的比喻 他不会立刻 随库是想选择 他就先非礼下你 希望他乖乖乖乖 黏下你的金门 黏下你的马祖 这是第一招 第二招就是希望内部攻破 你看这次大选就能看到 我不知道Larry同不同意 这个所谓的 色谣公台的进程 这个就是灰色战略的精髓 走着又迫一点 走着又迫一点 那些战术 还有你会说 那些经常说困台 窮台 就比公同好 当然所有人都知道 用阴干人的方式 可以阴干人的方式 当然不用打他 但问题是 你都要阴干人才行 例如你说选举 很多人都这么说 这次只有两个人选 一个是賴清德 一个是习近平 你不要指望猴子 猴友宜 宣媒阿伯 柯文治 我经常说 我个人很肤浅 我选择 我选择 但只有我选择 这么英俊 老实 精黑的东西 竟然你是一个外貌协会 我极度外貌协会 老实 你问我 你知道我这么久都不出外貌 你知道什么事了 哈哈哈哈 如果好得的 我肯定是拿出来 给大家晒命 潘安 问题就是 我个人觉得 你做政客 你现在赖清德 他没有什么议题会避 他什么都觉得 对不对 反过来 国民党有什么是说得 和不说得 大家都知道 柯文哲 就扮到什么都说得 但是他是政治变色狼 那次是六百合 今次是南百合 但是都谈不上 每次都是他水人 别人很难水到他 你问我 我不喜欢这种政治领袖 整天到处在水人 你迟早都是水我 难道我水你吗 所以你整天到处水人 我都很怕你水完我之后 最后去了对岸 你富贵 我就全家富贵 所以我觉得今次的选举 明眼都知道该怎么算 不过你要含雷投票 你知道的 有些党上台之后 跟以前的党都做到这样 这个就是中国人的悲哀 我觉得哪个照片 哪个照片 哪个照片的样子 都是这么坏的 出到来做事 又做不到实事成 所以你说那些 就是南百合 什么合 所以最后 现在都应该很多变数 很多变数 朱立伦 还有还有哪个鬼哥 郭台铭 五大天王 OK 那我们又不知道 谈到什么 可能节目结束 结束了期间 可以谈谈 可以谈不谈 但是 这边说了一个重点 这次选举 绝对是 中美国力的其中一个 一个战场 那美国如何参与呢 美国自己 当然他声称就是 我不会干预台湾选举 但是不代表他 不可以祝福某些人 譬如你民间官场学界 就很支持这个肖美琴 那你中国就不用说了 是不是很渴望 看到这个南白 南白合 很不想看到这个南白不合 这个就是其中一个 台海的情况 我觉得广东人都喜欢蕭美琴 是 就是 你要说几张蕭美 这个就是 所以 就是这么说 就是 蕭美琴 他对美国的政策等等 我想都会有信心 就是说他未来 跟对美沟通 或者你见到 其实賴蕭配 其实都已经是说 台湾未来16年的规划 一个领导层就画了给大家看就是这样 他也是很有趣的 是 蕭美琴的画法 画完出来给大家看 其实都是他上的了 就是賴清德做得多久就不得多久 四年就四年 八年就八年 之后才没琴上 就是画了给大家看 来到我们政治路线很清晰 都是死寇到底 死困内 但是如果国民党的 你知每次都不同 是 韩国瑜都走出来 我都觉得没什么不行 是 没错 没错 想有个可预测性给大家 这个 我都很同意 我都很觉得是 去说服蕭美琴的时候 就不只是说 如果成功了 就做这八年了 一定是给他一个 有个远景给他看 当然这个这么长远 我们慢慢再讨论也不远 说回台海局势 刚才所说 传出一开波 美国就抢过先手 就说 你不要干预台湾选举 后来就传出来 习近平有几点 第一就是 我是不会满意现状 持续统一 你不要支持大清德 还有你不要武装台湾 这个就可以请教Larry 这个是什么意思 如果加强军备都是武装 那你叫美国不可以军售台湾 这个是不可能的 究竟那条武装的线是怎样画的呢 武装的线很简单 总之我给任何武器都是武装的 那真的不用买 很简单 不要太严重 你问我 那些中国人说货 开天杀格 接着拜登还钱 但拜登当然反过来 其实拜登是开天还钱 根本就是他才杀你杀得厉害的那个 转头说你不财者 什么都说 这就是为了自己选举的时候做阿西 那时候叫习老弟 习老弟 因为拜登真的比你大 所以拜登真的比你大 习老弟过来的时候 什么好说话说中 人家一走 立刻说别人独裁 这些典型渣男 各位观众 看实 拜登的渣男 一看就知道 挺坏 哄你那时候什么都可以 但是我们说 其实军售那里 我们觉得不可能是没有的 拜登肯定会答应你 第一 对美国来说 军售也是他们传统的 他们养那么多军火箱 怎可能不出货 披萨弄完 不送出去 所以第一 F16 其实可以这么说 F16 现在迟了 而F16 去批给台湾 原本应该2023、2024 都到货 但是未齐 最迟到2026 其实这些危险 如果你说 二年打 那怎么办 那些飞机 所以大家很担心 所以 战机是其中一件事 其他那些就不只是硬件 就是那些软件的升级 他们面上要做 跟着那些弹药 零件 这些东西 都是一定要供应的 那怎样武装 我只是给零件 你也是武装你 那不同那些飞机 会没有零件去维修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 那些合约都一定要做下去 所以其实 你这样说 在技术上 根本是做不到的 所以就不需要理它 那拜登也不是真的认真去理 那所以 所以 台湾只会继续被武装 那大家也都见到 刚刚这一年 台湾收了 美国有些援助的 是 是收的 不用付钱 是 只是收的 那 所以他收了一些援助之后 你计算一下 他来近 应该每年 十亿八亿一定有的 甚至乎 可能说 不是十亿八亿这么简单的事 那 就一直加上去 通常 他们这些叫什么呢 我们叫做太平洋威胁倡议 他就通常就是说 在一个地方 那如果受到一些强权的压迫的时候 他们就会付钱去买军备 那通常就是这样的 我付钱你买 就一定要逼你买回我的军备 就不可以买人家的军备 就不可以买人家的军备 不可以买人家的 我们自己有 那你就要买 那都是买回美国的东西而已 所以其实 美国佬 都不会死错人的了 我付了钱出去 然后我在军备商里 抽回勇就搞定 这件事 就变成了很少钱 但是 对方就 under了我 的颜色底下 那我政治影响 一定有什么都有 所以我觉得 台湾来的这四五年 都会接受这些太平洋威胁倡议 但不是只有台湾 其实菲律宾也是道理一样 菲律宾好像总击 菲律宾一定有的了 不用说 菲律宾 你不要说笑 菲律宾最近收很多东西 南韩又说给他 日本又给他 现在好像收卖脑 什么都收 是 战机 其实他就不多 但是都开始收一些 挺好的攻击机 上次还要去做空中演习 贏了F22的 不是开玩笑 当然那件事就是明洋你的 不过就是要那些叫什么 例如我父母有个儿子 大家炸家衣打战争游戏 就输给个儿子 那儿子就说 哇很厉害啊 我很厉害 就是要鼓励一下儿子 那也好 给他们感受到打仗是什么 还有打F22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将来乖子 将来你不是打我 你打1200而已 那1200就是禁锁下的 到时你就是 好像我们训练那样 瞄准就打1200 那就是教你打1200 其实是说真的 我们的角度分析 那其实在说什么呢 就根本是说给台湾和菲律宾 大家看一看就知道 台湾菲律宾 就是第一岛链最重要的下壮 上壮就在阿拉斯加群 就是阿流申群岛 上壮就还有日本 台湾和菲律宾就是下壮 上壮和下壮 如果是一个人断了 就断了 你不能一个人 就只有上半身 没有下半身 所以全身都这么重要 所以台湾没有了 又是穿了个洞 大家接受不了 你个人中间穿了个洞 整条岛就坏了 所以其实台湾就没得失 菲律宾也是 因为大家看到南海 其实中国也欺负菲律宾 欺负菲律宾很重要 包括黄岩岛欺负菲律宾 欺负菲律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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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可能不是中国上去 而是美国人搞你 美国人一搞你南海 台海就不能专心打下去 嗯 好 我刚刚按了一幅 南海的地图 就看到Larry所说的 南海的地域 地域的局势 你看到南海里面 台湾 再下菲律宾 再下九段线 那一堆 就是这样 所以 所谓的武装 台湾那方面 就继续给武器 这个都可想而知 那 就问Larry 其实现在 如果要够力 去自卫 不要说要怎么反攻 要自卫 最重要的武器 是否都是战技 还是之前有说过 比如说潜艇 还是还有其他 更加重要的武器 是有一定的阻害作用 对于守着第一道年来说 我想现在美军都改变了那些战略 包括其中一个军种叫做海军陆战队 海军陆战队 他们以往攻击的角色 就是 例如去到别人的国家 在别人的海岸边开始登陆 然后就 立刻就 抢人摊头 到家 然后抢完东西之后 放好阵 然后就叫后面 陆军你自己想来修 我们就继续向前走 于是陆军来了之后 就设定了一些战略 平时就抢腾 海军陆战队又要上前出去冲 海军陆战队以前是这样的 我们俗称远征军 就不停地四围打 但是现在挂头很醒目 挂头说 不应该在这个年代 好像有些傻狗地到处冲 现在反过来 我们应该设定一些阵地 放了一些导弹等人来 人家一来 我们就打一整局去 这个很明显就是 海军陆战队很醒目 现在不会在狂狗地到处咬 现在反而就是 在一些重要的地方 就等人来 因为那些地方你一定会来的 如果你不来 就没事 你来 我们俗称叫做 善者不来 来者不时 所以我都不用想的了 总之你来 就一定是坏人来 我就会打你了 他们都准备好了 就会在一些 无人的岛上 放一些无人车 无人车上面 就有导弹 总之你那些船 那些不坏很容易过来 我问你你又继续来 都不用想那么多 就会打你了 这些就是 现在美国的海军陆战队 想做的事情 就是他们要开始 第一 无人化 就是说 在一些岛序 就做防御 就不要以前主动打 就是 反过来 在一些无人岛 在一些大岛上面 就准备了一些锁链的防御 就把你锁在那些岛链里面 你出来我就搞你 你不出来就有你了 总之就是这样 现在就是海军陆战队的转型 就是这个角度 其实在说什么呢 就是美国就是用一条岛链锁 锁住中国 所以中国 对应的就是A2AD 就是我们叫反隔入 但其实美国 反过来就是用一条岛链锁 所以其实就是看看中国可以冲出锁链 还是美国守不住锁链呢 就是现在他们最大的关键 但是中国的飞机和潜艇 都围着台湾周围走 其实这条锁链都不是很入 你这么看 现在台湾他们最好的武器 是反纳飞弹 防空飞弹 就是说你的飞机来 我用防空飞弹打你 你的船来就用反纳飞弹打你 台湾人对自己的反纳飞弹很有信心 包括他们有一只叫红衫飞弹 就试过的 就是发射的时候 有一次意外 有一次意外的时候 他们的曲弹错了 然后就真的发射了一只红衫飞弹 去攻击了一只渔船 很不幸的 就杀死了那个船长 但是它神奇的地方 就是这只飞弹 竟然不爆 不爆有什么那么厉害呢 就是因为原来 好像渔船这么薄细的目标 它射下去 它是会选择不爆的 因为它对他们来说 根本就未去到目标 所以就不应该爆 即是说其实枝飞弹都很聪明 知道这个不是目标 所以它就不爆 不要浪费一只弹 就是再等它转深一点才爆 当然渔船本身的装甲很薄 或者基本上没有装甲 所以这样打下去之后 不爆是因为它里面有一个叫忍信 就是我们叫Fuse Fuse很简单 总之你可以提早爆 你可以延后爆 或者碰到就爆 它就是故意延后爆 转转转转转转到某个位置才爆 就是转到一个深的地方爆 就可以爆到你里面的弹药 所以这枝飞弹是有点智能的 是有点了度 这枝飞弹他们就很有信心 就是这枝飞弹应该一打中国的那些艦 就无孔不入的 什么都打得中 所以052 055 071 075 什么山东号 辽宁号 003 你就够胆就过来 那些红衫就放在那里面 烈阵就对付你 看你能吃多少飞弹 可能003会吃3飞 山东舰就吃2飞 尿灵号就吃1飞 看看你敢吃多少飞 我已经有很多飞 你船就只有飞 所以他们最有信心就是 只要我射得到这些飞弹 你就死定了 那你多少舰 舰会救我的弹多 这是第一 台湾的信心 第二就是刚才凯芬说的潜艇 潜艇也是有点言之上早 你说2024年会下水 即是夏年 现在有一只下水泥 下水泥 其实是没有下水的 但是不重要的 接下来我们要看它 最后测试的时候 是去到一个什么水平 那夏年我们就知道了 我想大概第三季左右 我们大概知道 新下水那艘潜艇的战力是怎样 我们再留言一下 到时在对反封锁里面 或者在追击战里面 因为潜艇的发挥角色力大 那这个就要看看 是不是哪个政党当选 如果你国民党赢了 就未必可以下水 哈哈 就是这样 好 这个是开玩笑 再有点时间 我想请教 挺有趣的 南海里面 讲过第一岛链 当然是台湾 菲律宾 你再射远一点 日本甚至是韩国 有个国家很有趣 他是一个绝对影响地缘政治的大国 但是在军事上 大家对他认知也不太深 好像要这些专家 才会对他有所认知 说印度 为什么会想说印度 我看到一篇媒体 Bloomberg有一个访问 就说有一个印度的官员透露 当时印度的国防部做了一个研究 就说美国很多次就不停追问印度 如果真的台湾冲突 你们印度如何 根据这篇报导 印度的表示就是这样 做完研究之后就说 我只是后勤 前线就不跟你打 后勤方面 如果真的打的话 我们可以提供 军舰的维修保养 我们给食物理 医疗设备 最多北面中印边境 整条新的战线 去分散住力等等 问问Larry 对印度的军事报防取态 有什么看法呢? 印度呢? 我觉得印度真的不大 因为如果打台海 其实是打海空战争 海空战争 印度就不是他强项 他也是大陆军国家 所以他更数 我觉得他空军就过不了 海军也不一样 大家知道他有一艘航空母船 接下来也有一艘航空母船 但战力就不是太好 老实说 不过上面的蓝载机 应该正的 上面的蓝载机 是说法国的蓝载机 怎么称呢 一定是比中国的蓝载机好的 蓝载机? 蓝载机 就是上面的飞机 OK 是啊 上面的飞机是法国货 那一艘是法国货 老实说 很简单 各位网友觉得很复杂 世界上的蓝载机只有几架 一个是美国的 美国的叫南方峰 另一架是法国的叫陈峰 所以很容易记 另一架是中国的蓝载机 另一架是俄罗斯的米格29 老实说 大家清楚 中国和俄罗斯的飞机不入流 其实只剩下大黄蜂和陈峰两架 好了 现在还多了一款 多了一款叫F-35 通常可以有两兄弟 一个叫B 一个叫C 不过我们今天不特别再分B和C 就算了F-35 所以你想想 全世界最好的F-35 就不用说了 接着就是大黄蜂和陈峰 接着最后两个就是C-15和C-29 所以如果印度唯一可取 就是如果它的航母船过来 它上面那架飞机都可以考虑一下 当然我们经常都说 但是它发挥了几大效力 包括它的航母来到还有没有力 因为大家知道它在走 说一千多两千公里三千公里 来到有没有续航力 又要大量补给 大家知道印度佬都无保不落 没有着数 我怎会花这么多钱 所以我不觉得印度佬是真的会帮助你的 但是印度在边境交交阵 可以不可以呢 可以的 但其实中国边境 它和你可以做到的事很有限 是否会牵扯到你很多军力 也不会 所以我反而觉得印度最容易做的事是什么呢 就是用它的海军 到时就做一个类似像tour guide的角色 它反而可以用一下它的飞机 用一下它的偵察机 海上巡航机 或者去帮忙 英国到时又会过来 英国佬又不一定亲自过来搞你 但是英国佬大家都知道 它是南水海军 它是有它的实力 但是它又不敢乱打 就是守着马洛甲海峡 大家知道是什么叫马洛甲海峡 就是新加坡外面的那个 它守着你 让你七八成的石油都过不了就搞定了 就是不让你的石油过的了 大家都知道 没有石油 没有食物 就是所有原料 就是透过马洛甲海峡过去 全部封锁了你 那你就死了 所以这个 我觉得印度这一招 到时肯定不是印度自己的 我估计它最有机会合作的就是英国 大家知道英国的印度关系很好 印度一起夹手搞马洛甲海峡 就是中国最害怕的 你意思是说 其实马洛甲海峡对于中国来说 都相当重要 就是出入口来说 包括战略式的 超过八成的石油的贸易路线 还有其他很多的海外燃料 或者海外的材料都是这样进来 那你马洛甲海峡那个位置 没有办法的 尤其是之前连澳洲的东西都不要 世界各国就要过来 很多地方都要经过马洛甲海峡过来 封锁了这些地方 甚至乎到时澳洲又不准备货理 可能阿根廷也不准备货理 可能阿根廷和美国大家知道是朋友 最近阿根廷还要选了一个新的总统 也是特朗普的样子 藍美特朗普 这个更正 这个还说要用美金 我就很担心 那么中国的阿根廷迦怎么算 我真的很担心 那到时中国什么材料都拿不到 然后那个SWIFT 会是否断呢 这个就很大单 這個之前都有,當時第一次講SURF這件事,大家都有聊過了,熱烈討論過這件事 馬六甲海峽,他可以做到的事就有限,但他聯手和很多人做到的事,就會影響到那個格局 明白明白明白,先講英國,如果印度有什麼軍事行動的話,可能和英國也有一定的默契,或者配搭 我剛剛看到一則新聞,英國王家海軍,不是說BlackPain的新聞 英國王家海軍,威爾斯親王號在美國那裏,用無人機進行升降測試 那間公司叫Majavi,他說這件事是英國的海軍航空部隊的儲光,說得好像很厲害 我們說英國海軍,我們都是說以前工業革命的,那時候就很厲害 不過之前Navy都說過,其實有些英國的軍工公司都很厲害 有些人是來的,Bain,盧斯來斯,那些那些,那其實是爛船還有三斤釘ia,還是英國的實力也不容忽視的呢 英國其實有喜有樂,尤其是一戰是最厲害的 一戰後就低一點,二戰又低一點,蘇伊士危機之後又低一點 然後到福克蘭群島戰役,但基本上都沒有好過 其實近期想重鎮海軍,鎮海軍也有投入一定的資源 包括現在有這兩艘航母,即是看到人 這兩艘航母真的完全看到人,技術上傳電推動 是跟美國福特級的核動力航母的傳輸系統 大家都在世界第一,所以這部分英國技術仍然是相當先進的 但是對英國來說最大的問題,不在軍事發展那裏 最大的問題是財力的問題,簡單的 他們的手上是否磅水,手上磅水是甚麼都可以的 大家知道英國人的科技真的不是很差的 中國有試過跟劍橋發展光子科技,或太空科技 之前那件事就變成黃了,因為俗稱 立即劍橋退錢,很害怕,馬上就失敗了 但是英國現在用了,即是我們所說的 Mujavi的無人機其實是MQ-9 我們經常說的死實無人機 它進化版,即是它現在carry到的武器更加多 籌載量更加強,很多東西都upgrade上去 這一架的無人機,如果可以上到南當然好 包括它做攻擊的角色也可以 它接下來可以做一些我們叫預警的角色也可以 我們的看法是在計劃之中 我們在我們的節目有提及過 英國的航母接下來是會進化的 有三個步驟進化的 三個步驟進化,簡單說 最終的思路完成體的進化方式 跟美國的航母一模一樣 即是那些彈你上去 然後就用繩子收回來 然後又有預警機在空中看著牆 就跟美國海軍會很相似 戰鬥力也很強悍 變成接下來英國航母 我夠膽說它那個戰力 可能是有美國的航母的戰力大概八成左右 很誇張 你是想像的 竟然在美帝之後 還有一個國家這麼囂張 那就真的到英國了 不好意思還不是中國 因為中國的航母 即是003都未出來海市 我也不敢說些什麼 實力是深不可撐的 是不可撐的 我都想撐一下鞋子 我都不懂得說什麼 沒有做過怎麼撐鞋子 所以這件事 你沒得這麼說 英國的海軍實力仍然很強悍 大家真的不要笑 用一些以往的印象 它現在的航母 上面的艦載機 我們跟大家之前介紹過 它現在上面的艦載機 那個飛機 它不是四代機 五代機 即是隱形戰機 所以對方不是那麼容易找到你 你看到人 可以先手攻擊 所以如果英國的航母來到中國這邊 真是衰的說 你看到003航母 航母決戰 中國航母還是有點吃虧的 因為你說你有電子彈射 其實對加現在那隻 即是講那隻星空的方式 有F35 它們都不是失禮的 它們的打法 它們的出擊效能 跟中國那個 就起碼都持平 所以你說電子彈射 其實最重要 都是有多少艘機 可以彈到上天 其實大家上面 可以裝備到的 戰機的數量差不多 但是你是四代 人家是五代 即是你是普通人 人家是隱形 那就已經有些分別了 你說四代 最新的那隻 簽十幾 都是四代的 你意思是 簽十五也是四代 接下來就說有一部叫簽三五 就好像人家F35 很容易記 人家就簽 它是F的 中國那部簽三五 就講了很久 但是其實沒有人知道 出不出例 可能最後有些原因 不知道 所以不知道 但是簽十五一定有 改版 它大概會像什麼呢 因為剛才我們說 法國就有一個叫陣風 美國就有一個叫大黃風 有些像大黃風 但是大黃風是在說 上世紀的貨 即是說是一九九幾年的貨 很老實 你和現在這個年代的美軍打 你始終都是落後三十年 最少都落後三十年 這個就是中國那個 航母的戰鬥困局 其實就是這裡 嗯 明白了 好 今天就麻煩你了 今天我們對於台海的軍事 形勢就多了解了 但是我想這些 形勢都是千變萬化 譬如你說 認知作戰也好 選戰也好 日新月異 我們節目出家的時候 可能已經有些新的局勢了 接下來也可能會有新的軍事方面的變化 例如美國 台灣 日本 等等 定期 希望你可以約到軍無器言的Larry 上來 就幫我們講解一下 讓我們知道最新的局勢發展 當然你們留意著 要有最新的更新 當然要去軍無器言的YouTube Channel 今天就麻煩你了 再次 你不要客氣 下次再和大家再聊 好 謝謝 我們下次再見 今集時間差不多 我們下集節目再見 拜拜 好 拜拜 拜拜